当你的iPhone收到快递取件码 其实可以自动识别 并直接添加到桌面的提醒事项 还能在代收点关闭前 主动语音播报 提醒你进缓领取 取完直接勾选 再也不用到团信和APP里查看了 请续两分钟 手把手教你 全网最详细的桌面取件码教程 点赞收藏加关注 第一步 添加提醒组件 首先打开自带的提醒事项 点击右下角添加列表 输入取件提醒 自信选择图标和颜色 然后前往桌面 长按空白区域 再点击左上角加号 搜索提醒事项 一般选中号就可以了 如果你快递多 可以选择这个大号的小组件 点击添加到桌面 再长按 编辑小组件 选择刚创建的取件提醒 这样桌面取件码显示器就OK了 第二步 过滤取件码 这个时候要用到神器 快捷指令 切换到自动化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信息 点击信息包含 在这里输入你小区的快递站名字 比如我这里是变名 服务中心 注意别填错 点击完成 下面选择立即运行 点击下一步 选择信件空白自动化 点击添加操作 然后搜索 从输入中获取文本 再将输入设置为 输入快递指令的信息 再打开底部搜索框 找到匹配文本 然后将后面这一串代码 改成这个 除了这两个汉字 其他字符 必须要用英文字符 否则无法被代码识别 这里还要注意 普通的快递取件码 这两个字略有不同 大家翻出自己的快递信息 大家可以直接复制 再修改 我们再打开底部的搜索框 查找 添加新提醒事项 在提醒中输入你的快递站点 再点击匹配 然后关闭 点击后面的提醒事项 将列表选择为曲线提醒 点击完成 第三步 多站点自动化 大多数小伙伴 可能都会有好多个曲线地点 那么只需要按照第二步 重新在自动化中 听到相同的指令 只需要更改信息中 包含的站点名字 和核对曲线码前后两个字 就OK了 就像这样 多个自动化曲线码 一目了然 一次不忘曲线语音播报 很多小区里的代收点 都有准确的关门时间 为了避免我们忘记 可以创建一个 提前一小时的语音播报 当有快递忘记曲时 并且临近关门 iPhone就会发出语音提示哦 方法很简单 还是在自动化中点击添加 选择特定时间 将代收点的下班时间前路 点击每天 立即运行 再点下一步 新建空白自动化 搜索 获取临近提醒事项 选择曲线提醒列表 再添加如果判断条件 后面选有任何值 这个意思也很容易理解 这是我们的曲线提醒列表 如果还没有完成的 手机就会执行这个区域的操作 在搜索框中搜索朗读 偷到这个位置 在临近提醒事项前 输入你需要的语音提醒文本 比如 你有快递带领取 这样你还有一小时关门 这样就OK了 iPhone也会把最近一条的曲线码 念出来哦 大家快去试试吧